聊天不知道该聊什么的时候 有一个百事不爽的话题 就是聊吃的 爱旅行的人多吗?多 但没你以为的那么多 爱时尚的人多吗?多 但没你以为的那么多 爱吃的人多吗?多 而且比你以为的还要多 所以许多人乐意自称吃货 但几乎没有人自称旅行 或时尚 或吃比旅行 或者追求时尚都更容易 而且真的能够说出发就出发 只要别找太远的餐厅就好 我有位非常会聊天的朋友 有一次竟然一开口就卡住 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 看来对方过去费力解释过 太多遍他家的方位了 现在有点一心懒散了 结果我的朋友 就在档口正这一关卡住了 不过我想你已经知道 要怎么度过这一关了 那就是聊吃的 可以这样聊 当然女生也会说 没有什么好吃的都很普遍 这是你一定觉得 什么聊天就聊吃的 这不是又被聊死了吗? 别急 这就要劳动永恒的话题出马了 如果这样还卡住 那对方要不就是心情很不好 要不就是他其实是外星人了 当然我相信也有人不爱聊吃的 不过我们追求的是 可以聊下去就好了 且站且走 胜过不站而退